上禮拜英国大选 工党正式执政 结束了14年保守党的执政 而在大选的同一个时间 也做了个民意调查 65%的英国人认为 脱欧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人类从历史里头得到的教训 就是从来不会得到教训 而当时的脱欧用的就是 大英帝国 英国的荣教 我为什么要跟欧洲在一起 交那么多钱给欧盟 我们只要不交钱给他们 我们不会有那些欧洲来的移民 我们的经济就会抢起来 从头到尾都是谎言 但是谎言成了最后的政治结果 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表格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这一次的英国工党大胜 它大胜的原因不是迎来一个 将来很好执政的局面 英国在这个时刻 它已经是全世界 在GDP总排名里头 排名第六输给了印度 当年它的殖民地 我们来看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分别居于六七八名 这就为什么当地会有所谓的反移民 或者会有脱欧 因为它的经济跟过去十九世纪 他们所认知的自己的辉矿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前殖民国家 前西欧被认为最进步的国家 现在输给了很多个国家 包括了中国 包括了印度 这是对他们来讲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紧接在意大利后面的是巴西 而英国的人口种族结构来看 它其实没有理由反移民 因为它的亚裔主要是印度人是9.3% 其他白人是6.2% 它的英国白人高达74.4% 比美国的60%来的高很多 所以它反移民是没有道理 它纯粹就是要找戴罪羔羊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让我们现在看 主要的是英国的贫富差距的经济技术 高达35.7% 从金融风暴 欧债危机开始 就一直34.4% 一直到现在为止35.7% 而其中这个贫富差距 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英国的工党会上台执政 它是代表比较社会主义精神的 而根据个调查 英国有30%的儿童 你很难想象 这不是巴西 它不是印度 它不是开发中的国家 它作为这么先进的G7的国家 它有30%的儿童 是属于粮食不足的状况 这就是工党上台的背景 而预算赤字非常的高 英国的国债虽然没有法国来的那么严重 但英国并没有太好的未来的经济前进